回到海神隊的手上 波瑞柯曼在後面控制球 連續三屆都帶在了海神隊 交給了胡蘿茂三分外線 他會有很好的準備 甚至去看空檔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從後面過來的話 反而會有一個 再抓到第二波再起還是不進 這個身體的對抗要再頂一下 對方的速度也來得相當快 無消警上了得分 是高國豪還是李漢森 其實他們拿到球都可以做推進 又一個in and out 還好 尤其在前段的是工程師 非常重要的一名洋將 這個後門開得高亮 克拉高威力氣幫他做一個掩護 但是防守是相當兇的 貼身防守 力氣在抓進攻來板高舉高打 力氣28歲210公分 身材算是蠻高大的 好球 布瑞克曼又是一個助攻 好球 Lopo圖龍帽 Mismatch 轉身再拿分 美國跟菲律賓的雙重國籍 他是連續三年海神的主控 但是去年因為受傷的關係了 好 又是一個助攻 當球的注意力在Brickman身上 當下滑的中鋒也被限制到了之後 外線就是一個 吳冠宣則是緊盯著余晃雅 Brickman 對假動作又塞進去了 又是一個機會 微笑 And one Brickman 終於有出手的機會 但是力道大 托施副抓下籃板 李漢森 有他擅長的事情可以做了 半分球 沒差每隻球隊準備的狀況 沒錯 主要是讓大家球迷 籃球 喜歡籃球的球迷 宣告我們籃球技要回來 要回來啦 小灰 這個傳球 Yes and one 以這樣的一個配置來說的話 本土球員的一個得分 就要更穩定 而且更要有效率 好球 人員的更換 小烈的上來 取代注意好 不過 對方就在他剛剛上場 微勝 進攻時間剩五秒了 哇 小個子手 他還手得不錯 不過球 小黑 底線給小烈 Catch and shoot 轉 再抓進攻籃板 吳冠璇 另外一隻的外線 有了 把Brickman換上來 他主要就是可以 切這些Brickman 給他的一些小球 這邊 打的有點混亂啊 哇 哇 哇 哈哈 好 威勝 接到Brickman的傳球 三分線出手 沒進 他自己再拿到 哎 直到黃龍了 空中 哎呀 余淳安 蠻可惜的 小烈 這兩步踩上去 我這是一個好的投籃選擇 只是結果 不是他們要的 柯拉 中距離急停 出手 嗯 我還記得上個賽季爾 柯拉有一場比賽 整場球沒有出手 嗯 哎 所以洋將最怕的就是 在領導 三分線外的小烈 轉 二波攻擊的機會 哎呀 尤其在 帶游七區 這個位置的 翻身單手出手 嗯 創造二波機會 柯拉的切入 刻意的把腳步放慢球 彈了兩三下進去 柯拉克曼 要來單打盧冠軒 好 繞過眼 胡胡 幫他創造一個機會 都不會跟你比速度 對 他是跟你比技巧 跟你比經驗 切到進去 喔 小烈 有點翻球的前因 送到李漢森的手上 李漢森的三分 李漢森 李漢森的三分球 短 李漢森抓到籃板 前場有高國豪 直接在三分線外 拔起 球另外一名球員 來去做到推進 而且找到一個很快速的投籃機會 對 第七 好 再轉給標準 好 差一分 也就是我在這個聯盟拿了冠軍 你在那個聯盟拿了冠軍 到底哪個聯盟的冠軍比較強 是 是 今年呢 然後 在TPPO可能可以 某種程度實現大家 這樣的一個想像空間 是 這幾個工程師要 站上拔球線 看起來 如果沒有攻擊籃控號 是比較難的 撥兩下之後 麥克斯撥進 這個狀況你要調個兩三年 還不見得調得回來 對 那真的是對於 這個球員的職業生涯 是非常冒險 高光瑜小吃吧 滿有創意的 但相對來說 他的失誤率也會是比較高的 如果以控球來說 他算是一個高控位 具有不錯的身材 馬上傳一個助攻給吳小景 助攻跟比賽時間差一秒多一點 陳環 威聖再摔好 但是如果你在球場上 可以除了投籃之外 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4號位了 是 這個賽前啊 我也稍微的聊了一下 就是 對於賽前他對於球員 他的整個整體 非常的大 小佐得到了什麼樣的情報 趕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他在過去 在我了解的過程上 高國豪 從底線跑出來 運了余幻亞的防守 切入進去 下球球 Pick and roll 擋拆之後胡龍帽 再給底線 胡小景 又一個三分 哇 壞 沒錯 來 湯神剛的失誤 余幻亞 左邊上籃 沒有 但是後面 補進 湯神剛上籃到進去 余幻亞 好可惜 對 一轉身 怎麼籃框就要我面前 嚇了一跳 自速度有 交給射手余幻亞 好厲害 進攻 尤其又有追防的球員 是 喔 這個Floater被Brickman投進 這球有點危險 胡幻亞 Pick out 再一些機會 再一次三分 哇 他只有觀察到右邊有沒有球員過來做追防 他並沒有看到左邊其實蘇文如已經跑過來了 對 而且他最後是準備單手上籃 他其實沒有保護球 是 來得有點慢 是 威聖 小球遞給比斯克 做到這樣的一個兩人組合 配合 就對於工程師的內線就會比較吃力一點 最後10秒鐘要結束第三節 77比60 力氣 剩下3秒了 交給 好 好 當然在過程當中呢 也受到了中華隊的亞洲杯資格賽的影響 包括在11月份以及明年的2月2月份的休賓日 所以會讓最後的季後賽冠軍產生要到6月底 會拉得比較長一點 沒錯 好 好 15 陳安 第二球 被比斯克摸進 兵具的控制對於一名球員來說是很重要的 畢竟比賽還在進行當中 好 這球做得輕鬆地放進的把握是天號 瑞克曼 要比斯克上來做掩護 一個背後運球之後拉回來的中距離 好 余承安又把籃板球給要回來 哇 又是幾次的倒船找到一個外面 好 那加上球場上的一個移動性 機動性來說的話 其實也蠻有潛力的 所以蠻期待他在新賽季的一個表現 對 瑞克曼 交給余晃洋 偏 偏 被衛生撿了一個大名 一塊拼圖的話 慢慢你就被 那時間就越來越少了 是 好 而且他的臉好像還挨了一下 所以衛生還在後場 不過衛良哲已經要上來了 好 頂線的機會出來了 好 這個可以馬上直接傳到田豪的口袋裡 其實也是在接下來的時間裡面 工程師可以好好的去做到一些調整 對 新竹的風很大 但是高雄的陽光也很烈 他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對 也非常高興的他能夠解決掉 好球 也OK 好 感覺是還有機會就是要把握 沒進 你見余晃出手沒有進 也結束了雙方的這場熱身賽 海神最後是102比78 戰勝了工程師 也拿下熱身賽的這場勝利 當然在整體的攻擊面來說 就到了第三跟第四節 海神就把戰局給拉開了 是 主要在下半場的工程師的這樣的一個當機 其實兩節三四節加起來只得了27分 對於一個球隊來說 27分基本上是一節要得的分數 所以在下半場的整體的進攻 當機 我想這也是他們回去應該要馬上調整的 那當然也是因為可能 在一些洋將上面的配置 刻意的保留 甚至是刻意做到一些陣容上的調整 我想這也有可能 包含克拉 包含Mix 在球場上今天上場的時間並不多 所以未來在面對到海神之後 他們也可以更清楚知道 海神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對待他們